夫妻久了,不接吻,只是应付了事,正常吗? 我们的婚姻,我们已经不再是懵懂的小孩,脸上也没了当初的那份青涩,当初追求的美貌与帅气也被工作和生活所掩盖。 恋爱时的那份激情也是回归了平淡,往日的小甜蜜,我们也是没有精力再去追逐,因此厌倦就侵蚀了我们的大脑,让那些结婚许久的人产生了一点危机。 还记得我们恋爱的时候,含情相忘,一个愿意付出,一个愿意给予,不经意间就会去接吻。 无论结婚前或者结婚后,被爱的欲望永远都不会改变,但是当另一半不再让你有热情时,孤独也会随之而来。 可是大多数人在结婚后不再去亲吻爱人,和另一半显得尤为陌生。 亲吻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,是对自己爱的人表达内心深处的喜欢和爱意,又甜蜜又有那种心动的感觉。 它可以串联两个人的内心,使两个人的关系更加亲密。 然而在婚姻中,随着年数的增加,现实中的生活和家庭中的矛盾会逐渐消耗两个人的爱情,使那份仅有的激情也随之淡化。 经过我们采访发现,人们在结婚后,接吻的次数是随着结婚年数的增长而递减的。 而到了四十岁以后,采访的十对夫妻中,生活中几乎就没有了接吻这个名词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我们听听过来人怎么说。 三十五岁的婚子是一名快递员,和老婆结婚有十余年了,告诉我们刚结婚时,还是很甜蜜的,和恋爱时差不多,直至儿子的出生,让他感受到了压力所在。 辅导班,幼儿园,还有各种的兴趣班,婚子不得不加班挣钱,随着时间的推移。 婚子也就适应了这种生活,如今已经三十五岁了,早九晚八的生活,回到家就想好好歇歇,刷刷头条,看看新闻,和老婆之间也没了当初的激情,更别提接吻了。 听完这些,不禁感叹,是啊,人到中年身不由己,上有老下有小,中间还有老婆,男人的压力真是太大了。 如果女人找了婚子这样的老公,希望也要理解,你找了一个撑起一个家的男人,当他忙于工作,加班挣钱时,你要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尊重。 她爱你,更爱这个家,放弃和你的谈情说爱,也是想把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给提上去。 萌儿说,她和老公结婚快二十年了,刚开始她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,丈夫对她很好,为她洗衣做饭,累的时候还为她捏脚揉肩。 生了孩子后,老公依旧疼爱她,我们感情还是那么甜蜜,接吻算是家常便饭,老公还说,就算到了七十岁,也这样爱你。 直到前几年,那么幸福美满的家庭被她亲手毁了,她的初恋又回到了她的身边,等我发现时,他们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,我无法忍受,犹如天堂掉进了地狱,我不敢相信这是那么爱我的男人能做出的事。 她为了挽留我,也是断了和她初恋的联系,回归了家庭,对我也是和以前一样。 但是我无法过了心里的那道坎,我做不到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,每当她想和我亲密时,我都能想到她和另一个女的发生的事情,心里就非常抵触,没办法和她有任何的亲密举动。 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,没有情感基础,有了孩子后,她专心于工作。 她出差多年了,我和孩子们都在家,起初,我会每天联系她,告诉她我对她的思念,但过了很久,我就不再主动了,她联系我的次数不多。 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感情正在消失,我们的爱情不在平静,而是争吵。 她责怪我不理解她,我责怪她不够爱我,都有自己的看法,没有人愿意妥协。 最糟糕的是,她打了我一耳光,这一记耳光使我对她的爱荡然无存,我不再关心她了,我已经学会了自私。 我只爱我自己和我的孩子,把她排除在我的世界之外。 到了中年,我不知道我们为了孩子而坚持的婚姻会持续多久,但我很清楚我们之间没有感情,我也忘记了接吻这回事,这是可悲的。 我们结婚刚好十年,有句玩笑话说,十年,夫妻亲一口,噩梦能做一整宿,在刚开始我以为就是个个,现在,我真的受不了了,老公她是个老烟鬼,一天一两包烟,牙齿都黄了,我看到那张嘴就恶心。 你让我和她接吻,现在是不可能了,刚结婚时,她每天还知道刷牙漱口,吃点口香糖,现在越来越放纵自己,也变得无所谓了,她和我接吻,我就像再舔一个烟灰缸,真的下不去嘴,以后不可能再和她接吻了。 看完这几位过来人的诉说,我们心里似乎明白,结婚时间越久,夫妻之间维护感情的能力就越差,甚至忽视了这一重要行为。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必须要同时进行,有时候挣再多的钱,也挽回不了一段幸福的婚姻,随着时间的推移,夫妻之间不再去接吻,无论有什么原因, 都无法逃避自己忽视了对这份感情的维护,好的爱情和婚姻需要彼此付出和维护,只有当我们知道如何为爱情注入新的元素时,幸福才能持久。 愿我们都承担起爱与被爱的责任,在爱情当中,有的时候也要讲究一些技巧,说话的时候不要太过于直白,尤其是作为一个女人, 如果你在爱情当中表现得特别直白的话,其实男人就会越来越不善于主动,每一次遇上事情,也会让你主动去说这样的话,在爱情当中,你反而处于被动。 所以说,女人就算是和男人异地了,或者是你们两个好久没有见面了,你特别地想念对方,但是也不能直白地说出来, 有的时候,用下面这几句话去表示你的想念,对方会对你越来越喜欢,反而会让这个男人疯狂地想念你。 一,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,当一个人想念另外一个人的时候,其实很希望对方能够在自己身边,但是大多数女人在表达自己的思念的时候,不会说, 如果你现在在我身边就好了,其实这句话才是女人心目当中想到的,可是女人在表达的时候,往往会给对方说,我想你了。 当女人给对方表示,希望对方能够在自己身边的时候,对方就会觉得,其实如果现在自己在这个女人的身边,那么又会是怎样的情景? 对方也会充满想象,当对方充满想象的时候,其实对方就已经带入了这段感情当中,在这个时候,对方就渐渐地想念这个女人了。 但是如果女人只是给对方说自己想念对方了,那么对方听到的也只是这三个字,可能并没有深入地带入其中去体会女人心里面的想法,也没有真正地去体会自己,也很想念女人的这种感受。 因为这几个字其实没有代入感,特别地直白,就像我之前谈恋爱的时候,如果我对象在做饭,但是在做饭的时候又和我打视频,饭做好了之后,对象总是说这样的一句话,如果你现在能够和我一起吃饭就好了。 当我的对象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我心里面有一些难过,而且我也特别地想念对方,很喜欢吃对方的东西的我,在这个时候就很想跑到对方的身边,和对方在一起。 所以说,将心比心,当你给男人说这句话的时候,男人也会很想来到你的身边的。 二,因为有了你,所以我才会有寂寞,不是因为寂寞才爱你,而是因为爱你才寂寞。 这是很多的网友都挂在嘴上的一句话,一个人之所以寂寞,是因为心里面有了另外一个人,有了这个人之后,两个人又不能够经常在一起,所以不在一起的日子里面就特别地想念对方,这才显得自己特别地寂寞。 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另外一个人的话,心里面根本就不可能有寂寞,因为每天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心里面没有人,所以也没有念想,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,努力地提升自己,心无杂念。 作为一个女人更是如此,其实男人和女人不一样,男人如果说没有对象的话,很容易寂寞的,因为很多的男人都想找一个对象陪伴着自己。 女人如果没有对象的话,因为生理结构和男人不一样,女人也缺少某一个方面的冲动,所以说对男人的那种向往是特别少的。 在这个时候,女人其实是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,所以在这一点上,女人往往不明白男人的心思,男人有了对象之后,反而不怎么想念女朋友了。 因为总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女朋友了,就算是没有见着,但是心灵上已经有了一个寄托和安慰。 所以说,女人一定要让男人知道,是因为自己有了这个男人,所以自己才寂寞的。 如果你不说出来,对方肯定体会不到,因为对方在这一方面上面和你的思维方式根本不一样。 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对方心里面对你是有所亏欠的,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有陪在你的身边,但是自己又和你谈对象了,所以你现在才是这么的寂寞,所以可能对方由于对你的亏欠,还会跑过来见你的。 这样的话,你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。 而且,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有所亏欠的时候,心里面也是特别在意和想念这个女人的可能,也会放下手头的工作,首先给你打一个电话。 三,无论你在哪里,我都爱你。 其实真是特别感动的一句话,其中也代表着自己对对方浓浓的思念,因为思念着对方,所以爱着对方。 如果说你对一个人都没有感觉呢,那么不可能再去思念对方了。 如果说你对一个人都不爱了,你更不可能说出上面的这句话。 所以当你给对方说出上面这句话的时候,对方也能够体会到你对自己浓浓的爱。 如果这个男人有良心的话,肯定会特别地想念你的。 而且,当一个人给对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也会想起两个人刚开始见面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番场景,那种浓浓的思念就会油然而生,而且很想陪在你的身边。 不要觉得男人听到这句话之后不会感动,大多数男人如果心里面还有你,都会感动的。 如果你说出这句话之后,对方无动于衷,其实这也就证明了对方的心目当中,你不是多么的重要,可能你是可有可无的。 但是如果说对方有一些表现,这肯定不是装出来的,最起码代表着对方心里面有你的地位。 两个人虽然相隔两地,但是两情弱势长久时,又起在朝朝暮暮,这是古人说过的一句话,感动了无数的有情人。 只要两个人的意志足够地坚定,异地的一对恋人也可以修成正果,两个人共同地坚持是特别地累的,其中有一方放弃了,或者是带满了另外一方都会陷入万丈痛苦的深渊。 所以说,当你给对方说这句话的时候,也是给对方给了一个定心丸,也是更加地去牢固了你们两个的爱情。 女人在疫情当中不要玩弄别人的感情,但是如果说你一味地付出,而且特别地老实,到了最后,可能你就成为了别人玩弄的对象。 当然,你也可以遇见好男人,但是在这个世界上,好男人大多数都是引导和调教出来的,所以女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,不妨多一个心眼。 想念对方的时候,不要太过于直白,而是用另一种方式去表达,让男人疯狂地想念你,这样你才可以处于主导状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